我是来自文德甲彭虹的Sharon 你好 今天呢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是从 我是本身是从事教育行业的 我是一间托儿所的负责人 OK 你这个问题 那个肩盆突出是什么 怎么导致的 其实我这个情况呢 是之前在8月 去年8月的时候 就跟我姐姐的孩子玩 晚上的时候 玩那个Swing 然后隔天起来呢 还是正常的去上班 然后就坐着改步子 坐了一段时间大概10点多左右 就发现不能够站起来 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 然后那时就 勉强的就叫我的工人扶我 因为我想着可能就上楼休息一个 一个两个小时 他就会 那个痛就会不见了 嗯 结果没有 结果 结果呢 就一直自己忍着 因为其实我是那种 蛮能忍痛的人来的 就自己在房间 就 就休息 那时其实还有叫我姐姐 求救于她的朋友 因为我姐姐认识人比较多 就有来帮我做一个 推拿吗 不是 那个 养生学 长生学 她就有帮我做一个调理这样子 但是那一个情况 并没有对我有多大的帮助 然后 就一直到不能忍痛了 不能坚持了 就自己打电话 给救护车 来到家里把我抬到医院去 你是坐救护车进医院 对我是坐救护车去的 那医生帮你看了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呃 医生也没有说些什么 他只是帮我照了X-ray过后 他说我的那个 呃 就是那个 脊椎骨其实都 没有问题 然后 他就 过后呢 他就做一些 就 立场的那些检查 然后他就说 你目前的情况 只能提供你 止痛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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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因为那时我进去的时候 已经是大概晚上八点多左右 然后那时也没有专科医生 只有一些实习医生 然后那时我其实坚持不要吃 止痛药 因为我觉得那是会有副作用的 对 那就不吃 那不吃 他说你还有痛 你不能够下床行走 他不能让我出院 因为我有问他 那我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是留院呢 还是要进行下一个检查 那他说 呃 目前没有办法做下一个检查 因为没有大医生在 那我也 那我就问他 那我在医院能做些什么 他说你只能吃止痛药 止痛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对 那时 因为我那时很不方便 我不能够自己上厕所 那时还劳烦我的妹妹特地 她可能太担心我了 就直接从吉隆坡就赶回来 妹妹在吉隆坡 赶回来来照顾你 对 对 你很感谢那时回来 非常感动哦 然后 对姐姐出问题 对 然后就 上厕所你要你妹妹帮你陪你 对 你一个人是完全做不到的 对 那时是妹妹第一次 跟我同时在同一间厕所里待 嗯 然后就 然后没有办法坚持了 因为也不想 妹妹陪着我在医院 留宿 留院了 然后就跟医生说 那你给我吃止痛药吧 那吃了止痛药过后 就 就尝试 就下床 看能不能走 因为你不能走 医生其实 不给你那个出院子 对 然后吃了过后 过后我们其实就 半夜 半夜就 就能 勉强的走路 就妹妹扶着我 嗯 然后我们就出院了 然后回去隔天 其实医生就有鞋子 就隔天要回去 呃 再仔细的检查 嗯 然后其实检查过后呢 医生也没说些什么 他说我这样的情况 需要 时间 观察 然后 就要等 对还是要等 然后因为 也害怕 因为那是去的是政府医院 嗯 所以那时我姐姐就 就说 呃 不要等了 我们自己到三位去 再检查一次 所以又再找专科医生 再看 呃 那时医生 政府跟市人说的 那个 情况都一样 就是那个软骨 跑了 嗯 所以你就会影响我的 那个行动 嗯 嗯 那时候你的行动 是怎么行的呢 呃 我是完全 呃 嗯 怎么说呢 是歪的 歪的 如果认识文在家的朋友 有看过我 他们都知道 嗯 我就是这样子歪 其实我自己不自觉 因为 我是 可能是因为痛你就自己会很自然而然就歪了 但是我其实自己没有发现 对 那时候 啊 我姐姐常常说我那时候 叫我站直一点 嗯 其实她不知道 我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因为你痛 对 然后那时最怕的情况就是打喷气跟咳嗽 嗯 因为只要你稍微震动到她 她那个痛楚就会加剧 嗯 然后你就必须 呃 更长的时间躺在床上 那你有做那个物理治疗吗 对 我有去做过物理治疗 那时 做第一次物理治疗的时候 就有问那物理治疗师 我的情况其实是怎么样的 嗯 她说你的情况相当严重 呃 叫我不要太乐观 就是因为我心很急 我就问她 多久能够康复 嗯 她说你至少半年到一年以上 你才能够 呃 就是回复 呃正常 再不然的话 可能就是 呃 糟糕的话 可能就半年检查过的话 不能的话 可能要做手术之类的 哇 很严重哦 对 那时听了很害怕 因为我本身是一些 比较向往户外活动的人 然后我本身现在也其实还单身 嗯 就你就会觉得 会影响 这么多事情还没有做 对 嗯 会想很多 嗯 那时候真的是 自己痛 那个痛 只有自己才知道 对 也很担心 也不想就是生活 呃 也不算不能够正常 呃 自己自己做 但是也不想依赖别人 对 那你是怎么认识到 我们时常安赖床的呢 呃 是我的阿姨鼓励我使用 嗯 那你一开始使用的时候 你是抱着什么 就 因为那时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也针灸 也八管 然后也去 呃叫什么 调整骨的那些 通通都做了 然后其实针灸那些 对我来说 不太舒服 因为我很怕针的人 嗯 然后那时针灸师也说 你如果要好的话 你要常来 呃 这样子的情况 呃 然后就睡了过后 其实我背后有大量的出汗 哦 你是在第几天的时候 你一睡 你就有 我其实一直一直 我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就大量的出汗 那时我还有把我的情况 告诉我阿姨他们 然后他说没关系的 然后我就 就有坚持在用 嗯 而且我见证在用的时候 其实有改善我睡眠的问题 跟咽尿的问题 你也是有睡睡眠的障碍 对对对 哦 他们醒睡的人 哦 所以你睡了这张M9床 过后 你就很好睡了 很好睡 还可以一觉睡天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我睡 应该是大概第二天第三天 这样子 我睡醒我发现已经天亮了 哇 非常好睡 非常好睡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醒睡的人 对 然后你夜尿的也没有了 呃 如果有的话 只是只能早上五点多一次 哦 那个是正常的 因为以前我其实蛮平密的 就三 三次至少两次 哇 你这么年轻都有这么平的夜尿 所以你看我们年轻人 不要以为年轻健康 里面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 所以就改善你这个问题 对改善很多 那你的这个药骨的痛是 用了多长的时间来调理好 我八月尾开始用的 嗯 然后我其实真正看到效果 呃 九月 九月多的时候 我去第二次的物理治疗的时候 物理治疗师已经叫我 不用再去复诊了 嗯 真的 为什么呢 她说我的改善 那个改善 非常的好 哇 跟她第一次跟我诊断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 之前是说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对 现在第二次不用再去 对 然后我们给个掌声好不好 我其实 会补得非常的快哦 对 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她跟我解释了我的症状 我就打了电话 我就有打电话给我家的人说 那时我是哭着跟他们说的 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对 所以我很相信 她确实是有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医疗器材 对 非常棒的 然后你还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呃 我只能说就是 我很幸幸当初自己就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当初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很抗拒的 就因为它的价位很高 但是人就是这样子 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恍然的发现 健康其实是无价的 对 真的是无价的 就 只要找回健康 呃 钱还是赚得回来的 对 非常棒 好非常谢谢你 Sharlyn的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